好了,看到我放了一盒,也猜到我今天想和大家玩的就是這隻Mao Langer 出的忍者 這隻忍者,忍者終於不是第一次出的了 這次又是,純粹是騙錢 都是這套套套裏的其中一隻 我們廢話不多說,開箱看看吧 開箱後,就是這樣的 貌似棋不穩,要我手扶一扶 配了的是,無心者的左手系 跟右手其實沒有區別 這隻忍者的配件,分別有一把刀 一個灰龍頭,兩對手型 其實就是武器手 那隻叫什麼? 力王,力王味刀 所以是未齊一套的 看看配件吧 這個骷髏頭應該是這次的新規作品 算是它的賣點之一 你覺得好不好看,就是你們去衡量 我覺得是OK的 劍基本上都是那些劍,沒有太大區別 一把類似小簾刀 一把類似小簾刀 握武器手型 忍者 我個人覺得忍者 這個忍者其實是漂亮的 可動性 手那套 腳那套 腳就不會因為這件裙甲而防外 得太高 這裏有波狀 這裏有零 這裏有零 這隻忍者我覺得是漂亮的 真的很漂亮 但真的出得太多 前後起碼都出過有四五個版本 這把刀可以放在這裏 我沒有記錯,它是首盒會成員 屬於首盒會的量產兵 看看頭部怎麼換 整隻東西的配色就是紅灰配色 這些位置類似黑色的位置是灰色 整件衣服就是紅色 我們看看 聽到聲音 撕就撕就撕了頭部 然後裝上這裏 裝上就是這樣 你們覺得好看嗎? 手換就直接撕在這裏 現在閒之鋪這些 換手是非常容易 不會十分之難的 這隻忍者就是 印象中之前的高橋人套 還有另外一隻 不知道什麼組合巨人的版本 也有配過一次 這次又是變相重套 佔位置來出的 這隻蜘蛛骨頭我覺得是漂亮的 這些蜘蛛骨頭 這個蜂蠟骨已經拔出頭 拔出帽子是可以的 如果想DIY蜂蠟骨的話 這個頭也是一個不錯的閃爪 這裏就是肚靶劍 剛剛也試過給大家看 再換一個忍者頭 我可以喜歡忍者頭 因為它只有肩米的蝴蝶關節 它是導致你可以假裝輸了錢 很兜貓的造型 其他就基本上這樣 腰部一動左右零沒有問題 但這隻有點緊 這裏就沒有可動 即是不能左右轉 簡稱來說 整隻蜂蜂就大概這樣 下期再見 拜拜